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批开发版 12款机型将在8月中旬启动开发版内侧 届时会在米优论坛进行招募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留意一下 据Yahoo Finance网站报道称 他们对近8000名安卓用户进行了调查 其中有73%的用户表示压根没有考虑换iPhone的打算 主要原因居然是手机没有3.5毫米耳机孔 而调查还显示不少果粉直言 实际使用起来很麻烦 毕竟大家的习惯已经形成了 然而接下来的iPhone 8并不会重拾3.5毫米耳机接口 接下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手机跟随苹果的行为 用户习惯都是教育出来的 所以不管是果粉还是安卓粉 老扫是没有用的 还是乖乖配合市场发展吧 现在有开发者再次在苹果固件中发现了新消息 这次跟iPhone 8的摄像头有关 即将支持拍摄60帧每秒的4K视频 当然前后摄像头都是可以的 这势必会是iPhone 8的重磅功能 当然也对iOS11的A2应用有所帮助 之前产业链不止一次的表示 iPhone 8今年将只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64GB和256GB 想体验iPhone完整功能的恐怕只能放大雪了 平板出货量连续暴跌11个季度 大屏手机对平板的冲击不言而喻 调查机构IDC送出的数据显示 平板市场依旧萎靡 今年Q2整个市场出货量同比下滑3.4% 平板市场中出货量排名前5名分别是 苹果、三星、华为、亚马逊和联想 表现最为突出的当属iPad 其市场占有率增加了4.7% 这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看来降价的确是个好办法 IDC认为未来平板的需求将会持续下滑 用户正在将需求转向二合一的产品 各位小伙伴觉得买平板有必要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无形中号维姐 我们下期再见咯